歡迎回來金龍畫郎外傳篇 因為我們有些顧客、街坊在我們店鋪打等 他們各自都在同一個時段抽到他們要的公屋 恭喜他們 因為年紀差不多都不太方便去那個地方 有些老人家 現在大家看到那裡是大馬路 而是近周生生和麥當勞 如果老人家要去洗手間 就可以上頂樓麥當勞 而在樓下 大唐路的輕鐵站 就上任何一輛輕鐵車 只有一個方向 所以不會搭錯 就會去到Yoho元朗站 而入到巴士總站 就出去巴士站 再轉右 就會上到Yoho 去搭西鐵 我們選擇簡單一點 就不搭輕鐵連續八九個站 因為老人家都選擇簡單一點 而西鐵站 就只需要入閘 上月台 然後 去找屯門方向的那條線 應該只有三四個站 即是很短的 那條啡色的線 而 進去之後 就去到邵康這個站 就可以下車 然後 去到邵庫呢 沒錯,這就是剛才說的一條很短的啡色線 現在在元朗站,經過朗平、天水圍和紹康就到了 紹康就到了站,出了閘口,然後去找E出口,是雞蛋的出口 左邊就會看到有巴士 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對於一個八字頭的老人家來說,他的電池未必那麼短 所以幾個小時就會累,或者會出汗,或者要去洗手間 但是最重要是要知道,其實人如果上樓梯多的話 記憶力就會有機會忘記了 即是說,上到月台,轉兩轉,對於老人家來說 他已經忘記了怎麼走,所以要記得要照顧好 出了來西鐵的邵康站就轉左了 記得不要走錯不是E的方向 因為另一邊的箱都是巴士站 但那邊是九巴,這裡是港鐵的巴士 K54 近一點會有一個站 你看到現在巴士的位置,前一點也有一個K54 其實是一個循環線 遠一點那個就是下車,出去搭西鐵 而回家去和田村那些,就是近巴士站站 那麼快都 identifier了 TAP TAP 你的ミ b regard 就是 校樓商 周 2020 還有 空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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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